学的是播音与主持 但是呢这次我上非礼莫属 并不是奔着这个主持人的职位来的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现场表现 现场的专家 还有一些老板 能够给我一些建议 让我发现就是我身上有的潜质 我在想就是或许能找到一份 就是比做主持人更适合的一个专业 王文英 21岁 明夏人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播音与主持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王文英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那我的专业呢是播音主持 但是今天来到非礼莫属 我应聘的职位是媒体公关 谢谢大家 欢迎王同学 少刚老师好 你好 王英 21岁 对 哪年生人 我是90年的 快22了 今年是应届毕业是吧 对 我是08的 四年学期之后 你不找播音主持方面的工作 你现在要找公关的工作 对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在回族的方言环境当中 成长 小时候 小时候你不说汉语的 对 小时候就说回语 然后不会说普通话 就是为了学这波音主持 我自己去学普通话 就是一路上付出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我要追求我的梦想 然后去坚持 然后 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发现这个主持人 他不仅仅是声音好 然后需要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多 对 之后我发现 其实我对 只要和媒体相关的专业都感兴趣 和媒体相关的职业 就不一定我非要做主持人 或许我有一份工作让我比做主持人就是更合适 对 是不是有点隐巴 对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相当绕 是 但是王文英 我可不可以更直接的 我希望不要碰触到你哪根敏感的神经 我可不可以更直接的来描述这个事 是在大学毕业的这一会儿 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就上播音主持岗的位置 所以你做出来一个权宜之计 当然这个权宜之计也可能使得你爱上了一个职业 如果现在要有一个直接能上播音主持岗的机会 你还是首选播音主持 对 会 会选择 这些年各个省台 城市台都在找人 你为什么没想过呢 我特别想留在北京 如果是一个地方电视台 现在有一个你的专业的工作 和现在北京某个企业给你一个这样的你要的市场工作 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北京 毫不犹豫 我想问一下 放弃你的专业 你真的就这么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不去做主持人 但是不代表就是以后 就成长以后 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我不做了 它是一个梦想 在心里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可是这个行业你要是离它时间久了 你就越发追不上了 或许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 发现我能热爱上 就是我能爱上它 而且能做得很好 体现了我工作的价值 我觉得OK可以 不是非要做主持人 自尊心太强 其实他主动选择放弃 也是一个怕输的表现 我觉得说我很支持你 我觉得说没有必要说 在自己的专业上这么去坚持 当然邵刚老师 作为一个老师来讲的话 他是痛惜你这四年的学习时间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以前也是从事电视台的主持人 现在我是在做媒体的掌舵者 我觉得说每一个现实当中的选择 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只要是说你决定了做的这一行 我经常来讲的话 只要你坚信你有这个信仰 你一定会是最出色的 不一定非要在你所谓的专业上很出色 对 我觉得说你一定相信这一点 好 谢谢苏老师 我跟苏老师 有点不同的看法 跟苏老师 就是其实我从你的对话中间 感觉到你内心里面 是有做媒体 做主持的种子的 你刚才也说过 可能过了四五年 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你还会去选择 所以我想问呢 你现在是遇到一些挫折之后 不得已的选择 还是真正想清楚了 你到企业里面踏踏实实的 做跟媒体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就像刚苏虹老师说的 我不一定是主持人 刚开始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不一定就掉在他这个树上 就执着的 就是我非要做主持人 如果我选择了你这个 比如说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 体现了我很多的价值 让我更有成就感 那OK可以啊 而且现场这么多专家老师 能发掘我身上这个潜力 我觉得我可以去做 真的 我觉得你对自己 做公关这个评价和市场 是非常合适的 不提问了 第一印象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对 王同学进行一个 投票评选了 选择 慕妍离开 只有一位离开 慕妍 我就是觉得呢 第一这个姑娘呢 她其实心里还特别想做主持人 哪怕五年十年之后 也可以去做 对吧 第二呢 我觉得你太容易气馁了 气馁 对 太容易放弃了 就是说 怎么说 其实你刚才 不管你怎么绕着说 你的这种坚持性 不是特别够 好 老师我想 我能说句话吗 刚才像苏老师挺懂我的 就是那种选择 不是说 我一下子毕业了 然后一团乱 然后不行了 遇到挫折了 我选这个 真的不是 就是从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开始 因为学生会主席 还有朗诵团等等 很多社团的工作 我觉得 我的团体协调能力挺好的 可以 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 或许我做别的 真的能做出一些成绩 不一定非要做主持人 所以你是按照你的能力的匹配 去选择职业 而不是按照你内心珍重的爱好 这个我要反应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回答 莫言讲的不对 莫言 莫言经理讲的不对 让我来问回你一下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东西 他们大学刚刚毕业 大学人才出来不叫人才 只能叫人才毛坯 或者说它是一个未成品 我们还要企业有义务 把它打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才 一开始你要叫它完美 你许多你找不到这样的人 而他现在这个基础是非常好的 就有很多趋势已经不错了 我们的义务是帮助它更完善 好 你一开始这么挑剔很难受的 那我想问他 双头双头双头 我俩说句四方话 好的 我就给你多说一句啊 有点得意忘形了 比方说说莫言 其实别说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干的 劲儿来了 泼劲儿来了 找工作的时候 不能有泼妇的那个劲儿 即便你是有一颗泼妇的心 这会儿也要变成淑女的行为 明白吧 好的 找工作呢 我问几个比较好回答的问题 你用什么手机 HTC11 你通过什么来了解新闻 手机上网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就是百度啊 用微博吗 用微博 有多少粉丝 我的粉丝现在是2000多 2500多左右这样 你在你的粉丝群中间 大家是怎么看你的 你在微博上什么形象 塑造我微博的形象 现在怎么觉得找工作 跟微博有什么关系 我稍等一下 真的是 我正想借你 我正想借你这句话 微博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但是麻烦我们各位老板 也别把那个微博弄的那个 来杜老师 在微博的事上 您可以多说两句 现在有些老板嘛 就被微博弄的五迷三道的 他们老问粉丝数 粉丝数 他们还是有点功利的 我觉得粉丝数一点都不重要 粉丝值在重要 比如说 你只有陈晓辉老师 一个粉丝 他至于可以盖掉 这么所有的人的粉丝 就一个人的质量 是决定了你整个传播质量的 而不是你一种数的质量 来决定传播质量的 谢谢 谢谢杜老师 帮我们的解读 来回到 回到 回到 找工作上 来林平 你是想做这个公关 正常我们的公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 第一个 我们就在做电影的 这个拍摄和发行嘛 可能要跟政府有沟通 就跟电影局 第二个是跟经纪公司 要跟经纪公司 关系很好 可能签演员的是 价格可以低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 跟媒体公关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电影上市的这个宣传 这种工作 你喜不喜欢 因为跟别的 可能公关是不同的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选择第三个 就刚您说的 一二三里的三 第三个 但是我们的公关 都要做啊 林平 林平 他其实已经回答了问题了 就说在 王同学心目当中 他愿意做的公关 是偏第三类的 对不对 对对 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场上还有11位留下来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登人安亮的 主动拳到了小王的手里 11位 选择 无畏留下来 先听职位 林平 广告 导报 对 我们这边主要是 新公司 智慧工厂 这边每年都拍的电影 主要做刚刚说的 这几个公关的工作 好 市场部 公关工作 针对电影项目 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我们的那个职位 就是媒介公关 然后产品是音乐 艺人 还有活动 好的 就是媒体公关 是的 来 华谊传媒集团 我这个比较复杂 其实它同时能满足你几个 一主持人你可以满足 因为我们经常有大学培训 你可以做公关 我公司营销和公关 在国内都是算得上 比较不错的 第三 我观察你这么久 我觉得你在 未来五到八年之内 我可以把你打造成一个展示 陆老师 你怎么打造的 因为你做这个 比如说快媒体的营销的讲师 他至少有五年以上 实际的营销 我把他留到五到八年 就是他目前的 整个思维结构是很好 然后功底很好 兴趣很好 他我现在还把他定义为 一个人才毛坯 就像他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打造的 但他现在 他身上有很多问题的 好 打造也不可能这么快 因为他有两个优点 一个是他天生的有口才 对 主持人的口才 第二个他有兴趣做公关 中国公关领域里面 恰恰却一个 具有这个形象气质的 一个好的公关培训师 华裔传媒集团提供的是这样一份工作 知道了 他还有五到八年的培训计划 来 时装杂志 这个职位还是叫市场公关 市场公关 因为我觉得他还需要我的主管来带 是的 但是刚才像那位老师讲的 你身上还需要有很多很多的 改掉的一些 职业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 市场公关 来自时装杂志 来 我不给你画大饼 因为那个 我觉得你还是刚从毕业 我给你的就是市场部的助理 主要呢 是媒介和活动 好了 二位有什么建议 文英啊 其实无论怎么样都好 你现在找的工作 有一点在转行 你没学过 对不对 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随便乱听画饼的 五到八年可能这个愿望很好 我直接说 但是我相信杜老师 五到八年之前 你也不知道你是这个价钱 对不对 所以要想清楚 选一点稳点的东西 好吗 陶老师 谢谢 我相信文英心里边 有他自己的主意和选择 谢谢 不给建议 陶老师现在越学越狡猾 把其中的三盏灯灭掉 谢谢 谢谢 再见 玉铭 谢谢 再见 玉铭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的鼓励 再见 紫荏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 《善如文化》和《时装杂志》 谈前不长感觉 那我现在给你的底薪是三千五 适应期过后 我们会有大幅度的调升 好的 谢谢 我们这边的助理的薪酬 跟那个苏老师那边是一样 三千五 谢谢 可以说选择了吗 不可以 你想好了都 想那么快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对 所以你说陶老师说的对 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有数了对吗 嗯 是 我选择苏洪老师 时装杂志 就是心里挺高兴的 苏洪他特别的懂我 对 其实从一上场开始 从他给我说第一段话 我心里就一直在 对 在倾向于他 因为我觉得遇到一个懂你的boss 然后他会给你更大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应该是